我们接着讲 我们上次讲到说 financial advisor 给大家理财的话 我的建议 因为他们收的费太高了 offer的service也就那样 不见得比我们从这 我现在做的要更好 那么就不值得 因为你要交太多费给他 一面交百分之一点几 三十年就交百分之三十几 所以就交出去了 那么 可能会问 但如果找更专业的人呢 也就是括号收费更高的人 他们怎么样呢 head fund是一些非常专业的 这叫对冲基金 他是actively managed 他可以做任何东西 他可以做多做空 他可以做期货 他可以做货币 他可以做任何能做的东西 不像mutual fund 只能买股票 不能买 不能做空 不能做其他的东西 然后他的管理费是非常高的 他一般每年先收你百分之二 不管挣钱赔钱 你的总资产中收掉百分之二 如果你今年只挣了百分之二呢 这百分之二对不起先交给他 然后呢 他挣的这个profit挣的钱 砍掉百分之二十之后 剩下的给你 这百分之二十是他的奖励 这样鼓励他多挣钱 这个注意是一般是有一个high watermark弱 也就是说 如果你给他一百万 他跌到了五十万 然后下一年 他有五十万挣了百分之六十 涨到了八十万 那个他是一分钱挣不到 出了那百分之二 他必须涨过一百万之后 比一百万又多了二十万 那二十万中 他才收你百分之二十 收四万 当然还要再收百分之二的这个fix的费用 所以大家都有这个high watermark这个规则 否则的话他做的上下拨动拨动 你的钱就全没了 并且hedge fund 他允许你什么时候输回 他跟etf啊 或者跟neutral fund来说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个私有的 他怎么规定都行 他随便 他可以说 对不起 我现在我有个long term trade 我如果你来取钱 我卖出就不行了 我们改成每个季度取一次 或者改成每年取一次 或者改成每年只能取多少 他随便改 你读那个 索普的书 我之前提过 说战胜一切市场的人 他里面就提到 他买的hedge fund 在这个08年那时候不好的时候 人家就不让他取钱 说一年取一次 所以就是 就不够liquid 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个确定 然后他要求的最少投资 经常是非常高的 我这列的都是一些比较低的 他一般要求你有很多钱 他才会考虑你 他不愿意管理很多很多人 每个人投个几千几万块钱 他要投大笔的钱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经常是一个问题 我们不愿意把很多钱砸在一个 还是放上 然后呢 最好的方法呢 一般来说是不给普通人开房 比如说Soap他做的fund 当年他做的hedge fund 是非常好的 他只给周围几个朋友开房 因为他能beat market 而能beat market 找到那个机会 一定是小的 他不可能收很多钱 还能beat market 那么他收买了 他再说他的total return会下降 那钱用不上 他就不收了 有一个叫做 就是其他的那些成功的hedge fund 像桥水基金啊 他们也是只收特别大的机构的 呃 文艺复兴公司 他们做high frequency trading 每年稳定的增大约30 但是他挣来的钱 就还给这个share holder 因为他不可能做到利滚利的增 他只能 他的机会就这么大 他只能挣那么多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等我们听到的时候 来不及了 一般来说是不允许你再买 然后刚才说的那个high watermark rule 似乎挺公平 但其实他们赢的 很容易就绕过去 怎么办呢 这个放的100万跌到50万了 他说对不起 我这个不开了 我钱换给你 开个新的 所以那个watermark就没了 我这是新放的 你总不能要求我 先涨一倍之后 再收着20%的钱吧 然后最最后 如果他挣钱多 收着个费就ok 但是他挣钱不够多 当初十几年前 王若巴菲就说了 说你们这个high watermark的 这个行业啊 非常不好 你们收费非常多 没有提供价值 然后王若巴菲说 我敢给你们赌 我就买S&P500的 那个标准的放 你们随便怎么弄都行 随便弄个high watermark的 给我比你 十年之后 我的S&P500一定打败你 然后就真的有一个 high watermark的来应战 那是个fund off fund 什么意思呢 他说他可以选 随便的选 其他的若干种high watermark 选了之后 他们的总 把钱偷到那里面去 他来替你选 选了之后 在这中间他可以换 哪个不好的他可以换 这等于是作弊 他不是选了一个 他可以随便 这十年中间 他可以随便换 然后他们这个赌 是个正式的赌 赌一百万美金 这一百万 输了之后 他要出这个钱 赢了的说 这个钱捐给谁 那个比如说 沃尔巴菲赢了 就是说可以把钱 捐给哪个基金会 这个他们要先把这个钱 拿出一笔来 放在第三方挂在那 十年之后 这笔钱就要捐出去 不管谁输了 输了的要出这笔钱 捐出去 所以他们 这是个正式的赌 但是是比较有赢的 然后 从零八年到一七年 读 赌财的书的极彩 这里头 这个赌财的 就是放到放的 他选了五种 这五种 没有一个能打败 index的 你要知道 从零八年到后面十年 是一个大牛市 大牛市相对好做 中间没有经历过什么波动 你就 你就做多 你就买call行吧 你买两倍三倍的ETF 行不行 那肯定行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打败的 他们的平均是 十年 平均挣了22% 这是十年 十年 按理说 差不多应该翻番了 从零八到一零 那两年是 可能还是要跌了一些的 所以 index没有翻番 这里头 其实 这两家来说 S&P500赢了吧 Warri Buffet赢了 那个 还是放的 他们早上就说 不行了 我认输 其实赢的最多是什么呢 是那笔赌金 那笔赌金 他们为了保险 他们拿出来 放在第三方 拿了六十万 六十万左右 六十四万 然后 那笔钱 他们买 做了一个structure的notes 买了zero coupon 我们之前提过 zero coupon就是 长期国债 并且你不收利息 不收利息 直到最后 他的本金越来越高 然后利息越来越高 或者他的总价值就越来越高 这样 结果 因为利率暴跌 那个zero coupon 从 他们买的那个国债 长期国债 从六十几万 蹭就涨到一百万 过了四年 涨到一百万 涨到一百万之后 网友把费和这个 还是放的 他们经过双方 同意 把这个钱取出来 投进了 博克什尔哈森 网友把费自己的放 然后等到最后 这一百万涨到了220 所以 涨到120% S&P500 才涨到85% 所以那笔赌金是 反而是赢得最多 但是总之 这个hedge fund 又贵 似乎又不合算 就是你 其实市场上任何一种 能打败市场的东西 一定不会是 我们大众能听到的 一定是不可能 大规模宣传 如果 因为那个东西 就by definition 如果大规模宣传 大家都做 或者说这个一个人 这一家 fund 来做 他管理整个市场 他能不能打败他自己 能不能自己 拎着自己头发 自己飞起来 他自己管理市场 所有的钱 于是他就打败了市场 不可能 他那时候把市场做得再好 他也等于市场 所以 你要打败市场 必须是一小部分人 打败市场 那些真的能写成书 真的能告诉大家的 我觉得 能做到最好的 也就是跟市场一样 就是买这个index fund 否则 真的能打败市场的 你看那个搜普 他的书里写着 他每发现一个机会 慢慢的随着他越来越多的人 用这个机会 那个机会越来越小 他挣的钱就越来越少 但是他特别聪明 他不停的发现现金 所以你很可能 你如果将来要打败市场 也能做得更好 你要发现自己的绝活 这个我发现不了 我教给大家的 就是我自己正在用的 就是跟市场平了 通过省税来 来减少花费 好这是hedge fund 这个还有一种问题 但是Puffet自己的那个 hedge fund 没有最近好多年 最近就没有 以前是 很久以前是 他做的是非常好 但是等到大的一点程度 他只能买特别大的公司 对 他已经就 他就非常多机会 他就不行了 就他 我记得他什么事说过 他就说 如果给他100万 让他来过来 他保证每年翻翻 但是钱多了 他是不可能的 他做不到 你翻到一定程度就不行了 你翻到一定程度就不行了 好 另一种方法呢 另一种东西 我看过的 在某些情况下 以前觉得有用的 给他的这个特性 给大家分享一下 叫做tax exempt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会买一些能减税 减免税收的一些这个政府的基金 所以呢 他的翻红 他的dividend 是没有国税的 如果你买的是这个州里发的 那个基金 他也没有周税 但是因为他可能买好多个不同的州的 所以如果他只有20%的买加州的 你住在加州 那么只有20%的减周税 其他的还是要交周税 但是因为他是bund 因为他是债券 所以他跟利率非常相关 利率升他就跌 利率跌他就升 我之前一直买了一些这个叫VWRUX Vanguard的一个比较长期的一种bund 结果就是之前感觉一直挣的不错 结果一年前利率暴涨 这个在几个月之内跌了18% 我想这不行 我以前把它当成一个避险 我这笔钱留着到时候这来买房子什么的 后来 发现跌了这么多 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就是一个一个比较稳定的东西 在几个月跌18% 这个我是不能不能忍受的 所以还好QQ跌了百分之三十几 我就把它卖掉 在地点买了QQ 等于tax harvesting 我把他的capital loss打出来了 然后我就在地点买了QQ 以后我就不向大家推荐了 所以我在这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向大家推荐 我至少我个人来说就是说如果 这个interest rate很低的情况下 你买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利率高的时候买还可以 毕竟他交的税相对还是少一些 没有过税 只有一部分就要交税 这还有问题吗 好 另外一个我们再回头再讨论一下 房地产 有一种投资房地产非常简单方便的办法 干净利索 叫做rate rate它是一个房地产投资信托 它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按照法律规定 你投钱产生的这个rental银行 产生的收入至少有90% 要发给大家做的份 所以这是有很多银行 这种它的特别 所以比起这个你自己去做房地产 自己去买投资房来说 它有什么好处呢 我觉得一方面它省时间 就是你不用去跟好多人打交道 你直接说你想买几股 你有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或者几百万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买 第二个就是它非常liquid 你买的投资房要卖掉 它是件大事 你要租客啊修好啊什么的 都都很麻烦 但是你这个就跟股票一样 你随时就可以卖 只要不是周末想卖就行 并且它是它的这个diversification非常好 你做房地产 你不可能去做个商品贸吧 你不可能去做一个仓库吧 那个对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贡献阶层投资太大了 我们做不到那么大的投资 但是瑞德有各种各样的 你想象得到的 你想象不到的 屋外的广告台 农田甚至监狱 都有各种各样的你能找到 你觉得我要投资哪一种哪一类 说公寓楼 或者我要投资那个 商业某一种的商业积权 我觉得仓库来的比较好 那个Amazon都要把东西存在仓库里 大家不去商店 去网上购物还需要仓库 我看好仓库 我要扒养的厚的仓库的锐 你能肯定能找到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只有你想不到 但是也有缺点 我觉得一方面缺点就是说 他的杠杆 因为房地产股票这两大中 股票你长期持有 他看他的增长 但是房地产呢 是看他的杠杆 因为房地产一般来说 他本身是要靠杠杆 才能让他的retire比较高 否则没有杠杆的话 他的那个rentile income相对就没有那么多 你个人买投资房的话 你能做到最多能做到四倍的杠杆 如果你觉得那个太多 你可以做到三倍 你可以自己随便调整 但是你买rate的话 他的杠杆一般来说没有那么高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你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一个rate到底有多少杠杆 我这个是打开Yahoo Finance里头 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rate的公司叫O 它是一个很大的好多年的 长期来说retire不错 他的那个也在S&P500里头 他的我们可以看他的financial 自己弄大量 financial里头 看他的balance sheet 就看他都有多少东西 好 这一个就是totalasset里头 currentasset不怪 我们看的是notcurrentasset current就是你立刻可以卖掉 notcurrent就是他真正的房地产 真正他拥有的房产 然后你跟这个debt来比 他的totaldebt是19个million 后头还有三个0 他是一千年级位的 totaldebt是19现在 而他的那个totalnotcurrentasset 是47 也就是说19除以47是他的杠杆率 是不到一半的 他买了47个million 这么多钱的这个东西 其实billion 他借了这么多钱 你在看他过去 过去他这个都在涨嘛 这时候是7.8和1.8 这时候杠杆还多一些 接近一半比一半少一点 但是后来最近杠杆更少一些 就他的杠杆 比起我们自己做来说 是要少一些 就你可以查一些常见的rate 你用这个办法很容易能看出来 好 那么杠杆低就意味着 他的总体的升值 比起你的那个 相对你的投入的本金来说 比你的投资房是要低的 然后另一点就是他的税比较高 为什么高呢 因为分红 他分红多 他的挣的钱 他不能说全用来买新的房地产 他要发给你 他90%必须发给你 于是你就收到很高的dividend 于是你就要交税 这个就不是很爽 尤其我们还在挣公司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银卡 我们如果买投资房 我宁愿这笔钱 跟我的mortgage interest抵消 以至于我不交税 但是在这里面你没有选择了 因为杠根比较低 所以他已经看了多了一些 就会让你交税 不过他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挺高兴的 就是他给你的这个dividend 在你的1099DIV里头 在box3里头 这个就叫做return of capital 这个是完全不用交税的 这个是他把你的cost basis降低了 也就是你将来卖的时候 你会要交更多的capital gain 但是你现在不交税 等于是个times deferred 但是这个我觉得对长期持有没有太大用处 你买了一块钱 希望他过几年涨成两块 过几年涨成三块四块 他return of capital 他能return多少 他最多把这一块全给你 他以后再给你box3 再return 已经没有用了 你必须还是要交capital gain tax 所以这个是有限 是有一些用 但是其实还是杨王出在杨身上 你起不了 你如果长期持有的话 我觉得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然后呢 另一个比较难的地方 对他来说 就是可能是优点 可能是缺点就是他跟选股票 因为有太多的return 你选哪种他长期能涨 谁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老老实实的 买index index选了这个o 我就持有o 但我不太会说拿出一笔钱来 专门去做这个 专门做的话 我宁愿做 买个这个 到我喜欢的地方买一个出租房 然后没有现金流 不缴水 这样我觉得相对 对我现在的时候更合算一些 好 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对return 有兴趣了解更多 这两个youtube radio 一个人做的上级下级 他解释的很详细 我从这里面学到了很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有一些网站 来这个众筹买一些房地产 分别是arrived.com ark7.com acretrader.com 前两个是买房子的 出租房 小出租房 后面是个买农场 买专家地 买这个专家地 他就会 有农民在上头种的专家 卖了 挣的钱 你拿费我 我还听说他有专门买地的 买了地 对我只是列了几个 这是我知道的几个 但是 应估计还有其他的 我就不太清楚 对 因为我也没有从这买 我只是说 我对这些 这个投资思路的这个考虑 说我有什么建议 是走这条路 还是不走这条路 你可以 他这个 你可以买一部分房子 或者买一部分地 因为一个地 假设要50万 你我想我只投2万 那是OK的 或者这个房子 你投几十块钱就可以 因为好多好多人一起 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他跟瑞特有点像 因为瑞特也是有人给你管理的 然后你就想买股票要买 那么他的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 就是你弄你知道 你买的是啥 就exactly 是这个房子 还是这块地 但是这几个房子 每个房子我花了50块钱 你是知道的 瑞特你不知道 瑞特人家不给你这个信息 人家有专业的去管 说我今天买个烧平宝 明天又买了个公寓楼 只要它属于说这个瑞特管理的那个范围之内 它是自由的 它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去管 这个不是这个你知道 你可以去做研究 就说我要买这个房子 不是他他接对面的另一个房子 他的缺点呢 一个就是流动性比较差 因为你要找接盘的人 如果这个房子有100个人 你想卖出去卖给下一个人 他你找不到下一个人 你可能要降价 没有流动性的话 这个价钱可能不公平 在这个ARK7上出过一个事 有人他就把这个价钱放上去 他要把他的share卖掉 结果没人买 他把价钱降到特别低 特别低 一个立刻被人一下子 一买把价钱抢高了 那么那个卖的人明显亏了 因为就是他降的太低明显不合理 但是他急着用钱 没有流动性 他没有别的版本 他必须卖掉 所以没有流动性 我觉得这是个挺大的确定 瑞特不会这样的 那大的瑞特流动性非常好 然后费用也比较高 就是说我大体看过一个 就我到ARK7的网站上去看说这个房子 他房租收入是多少 他那个维护费是多少等等 算完之后发现少了一笔 那一笔那个维护费挺多的 就他的管理费挺多的 我自己找出租房 每个月8%的管理费 这个我可以节省 一年等有给他一个月 但是这个感觉比那个还高 所以还高不少 我具体说忘了 但是大家可以具体的看 因为可能这个也会变 但是收这个费用 我就很不爽 并且你要花时间去研究房子 比如说你每个房子打算投100块钱 你恰好有一万块钱 你得研究100个房子 这个都是时间 时间都是钱 所以这个也不符合我打算 节约时间 在投资上 节约时间 专心工作的这个原则 所以呢 就是我个人来说 觉得这几个东西 就这几个缺点来说 对我都比较严重 所以如果我想多买房地产 我宁愿去买REIT 而REIT我都有一些缺点 我觉得就算了 所以 这三个网站我个人是不推荐 他有他的特点 你们了解的话 你们你们可以去再去研究 有什么真正经验再去用 我毕竟没有真正去投他 所以这只是我站着一个局外人 我的观点 有问题吗 OK 呃 最后一种就是 有时候从微信群里啊 从朋友那听说 有那种 众筹的 呃 房地产投资的下 比如说 他说大家说 说有有几个人 他们一直做这一类的项目 他要 收集钱 收集多少钱 他再贷一些款 他要 买一块地 把它搬成三块 他就跟城市聊 搬成三块 建三个房子 然后他就升职很多 然后建的这个房子 呃 能卖多少多少钱 比如说几年退出 呃 三年或者五年退出 卖点 建好卖点 呃 包括了这个 其中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你跑城市跑不下来怎么办 跑不下来你只能原样 原样 你一块地 建房的卖掉 那就挣的就很想少得少得多 但是呃 算下来 三年下来 每年平均挣个百分之三十几 五十几 都查见 这数这个数不是很大的 就是呃 这是是真的 他们会说每年挣 呃 年化收益率百分之五十 呃 这种东西你一般要研究一下说 这几个人怎么样 比如说有一次看到说那几个人 他们的主业正常的for time job 是消防队员 然后他们副业做这个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已经已经做了好多个房 就有一定的经验 但是你相不相信这个事儿 你需要去研究 因为他毕竟不是公司 没有监管部门去监管 这是完全私下的这种 然后看了这个数 说年化收益率百分之三十五十 都是非常多 都非常高 但是那个我觉得 他都是一个basket 就是按照 完全按照他的计划 到什么时候 他能按照那个利率带了款 如果说他去年干的 今年要贷款一下利率升了 对不起你的return会下降很多 呃 或者说他房子建好了 两年之后经济当turn 大家不买卖不动 他必须降价 都在这个risk里头 所以他给的那个on paper 那个数是个最好best case 呃 并且几年之后 他就必须卖掉 卖掉之后 你就收到一大笔capital gain 你就必须降税 你没有什么选择 所以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这几个特点组合起来 我觉得就就不是很理想 所以呃 我以前见到一些这样的机会 我就呃 后来就因为这几个原因 就都没有去做 所以我也是一个说 我没有什么实际经验 没有亲身体会 但是我就 也可能 我错过了很多好机会 我害怕 就没进去 他一般投 说最少投个五万啊 十万 呃 反正 可能 就他的特点 如果 如果你就有这么多钱 想投放那钱 可能还合适 如果你有更多的钱 你要一个一个的看 等这个机会 所以你可能这笔钱 你要在旁边等着 等着的期间 你总败 就可能也是会错失一些机会 反正 就是有有有这方面的问题吧 所以呃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就是对我吸引力不大 大家有什么问题 啊我也有个问题啊 就说像这种就说 特特别确的东西啊 就说也不说特别学 就说 我就我就不应该这个market 到底是不是 efficient 因为 suppose 哈如果这种机会有比较多的话 那应该是 从 economic 角度来说 应该会有一个大公司 他好不好说我专门干这生意 我就到处去找这种 opportunity 然后我故人专门来做这个 然后我把它 那个这样好 我把它那个risk diversify 以后 然后我这个公司 我就可以上市 然后去圈钱 然后就可以做得更加 efficient 但如果好像你一个人 做这个事情 能够 因为大家不愿意去 take the individual risk 但如果你要是这么 搞一个package的话 可能好多人就愿意啊 我没做 我可以考虑 然后为什么就说 这种机会存在 这种机会存在 是不是就是因为 可能只是在 在那个market boom的时候 他可能 one off 可能有 也就是说 over the time 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还是因为 就是说 因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算是 30 或者40% return 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对吧 那你想好多 就算少了 也很多啊 但是这个 这个market rule efficient的话 应该会drive down 这个这个这个 opportunity 对 这个 opportunity存在 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我有一些猜测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嗯 我猜就是因为这些机会 都不死掉 大公司没法做 嗯 因为为什么 我同意文广这个 就你拿拿去年前 前年这个例子 那个 redfin也想做flipper 对吧 redfin也想做flipper 但是他这个 做的非常非常差 但为什么在弯区 就这么多小的flipper 做的非常非常好呢 就这个市场的 这 就不是不能scale 没法scale 他少 机会不是那么多 大公司就进不来 是redfin你说的是吧 对redfin和 哎 Zillow吧 Zillow也做 Zillow也做 做那个flipper做的很很失败 就是因为这个吧 对你说你说 不过我觉得这个你看 有20-30%的gain 但是on the paper 可能你会total loss your investment 就我有个朋友 就是参加一个group做这个 做西董乌龟 因为那个他整个fail掉了 然后钱投进去 拿不回来 所以没有guarantee 这里应该知道这一点 对这个风险是有的 但是我也听说过 他们也确实成功了 就是promise on paper 50% 可能实际上还是差一些 但还是不错 综合起来之后 就说那些挣钱挣不错 就这个里头individual 这个scale 他对这个本地市场的理解 和几年之后 是不是碰到经济 dounter 利率暴涨啊 等等那些 这里头有很多 不可预测的东西 但是如果他本人对这个flipper flipper house 很复杂 你这个房子我适合加建一下 那个房子我适合 就是刷刷墙就行了 另一个房子我要推导出来 他到底具体怎么弄 他在找contractor 是个非常labor intensive的一个东西 他不scale 这些人 你说redfin和zero 他们顾得到吗 他顾到了之后 万一那些人找不到机会怎么办 最好他们就自己自负盈亏 他们就用他们的个人的信用 说我已经成功10个了 我第11个 我周围的情报号友还相信我 他失败了 他以后好多年应该找不到圆 没人给他偷情 所以他本人应该很愿意做好 如果公司雇他 他是个雇员 who cares zero说我的那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说能值那么多钱 我管你市场多少钱 我再抢过来再说 亏了是公司的 也不赖我 他就没有这个动机 的话不行 所以我记得什么时候 这个王人把费说 说这个single house family 这个市场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 他恨不得能有多少买多少 为什么他没有出手呢 因为不scale 他得一个一个去开 他得一个一个去开 一个公寓楼可以有几千个unit 好我们的这个历史12次的这个马拉松的系列就结束了 我们回顾一下啊 真正要记住需要做什么其实不多 我就后来分享了好多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 不要掉什么坑 我觉得是坑的 首先我们原则就是要保持清醒 不会不会被骗 然后呃 保持又蓝又蠢这样 如果你说错 呃 然后要坚决的省钱 特别chip 谁要从我这拿走钱 就不如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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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办法有点简单 就是长期持有index fund 我长期持有的是VO和QQQ 就是什么 就SNP500和NASDAQ100 你回头去看我的 我都后之前都有解释 哈哈哈哈哈哈 不用急不用急 哈哈哈 然后呢呃 你想省税呢 你可以 借钱 你不卖掉 你既可以用broker给你提供的stock bank的loan 也可以用后来我在高级策略里讲的 用options的box spread box spread的好处就是借钱的利息一定能减税 因为他是capital loss 嗯 你手里有一堆capital loss 每年可以减三千 或者你就可以卖掉一些股票 保证一分钱税都不交 抵消这个loss 所以我最近比较喜欢用这个box spread 然后你的40RK 如果能用ross 你多投 愿意多投一些钱的话 建议用ross40RK 而不要用 单纯的40RK 你好利用它这个更大的桶 将来 我认为大概率会 剩下的钱更多 当然如果你说我退休之后 我要搬到一个不交周税的这个地方去住 以下的你的税率 以下的降百度是十几 那很可能 就40RK 就可以了 所以你有个人的情况 我分析了 为什么会选ross 但是 我觉得 用ross的话 大概率可能还是会好 还有 ross error backdoor 推荐给所有人 我们收入水平肯定不能做普通的ross error 所以 建议你做ross error 主要夫妻俩有一个人工作 夫妻俩两个人都可以买买这个ross error 并且我们公司是有这个mega backdoor ross 就是叫ross in plant conversion 有个很长名字 你给Fidelity打电话 让他配置好 他就每月给你扣钱 扣足了 他就不会再扣了 他会固定有个upper camp 你就不用担心 那他自动给你扣 你就你就忘掉就行了 以后每年都会发生 然后呢 投资房地产 我拿出一部分钱 买这个出租房 sangal house family 偶尔有时候 有的地方town house比较合适 或者看到根据情况 然后尽量买那种 总体房价看涨 而不是说到那个差区买现金流多的 因为现金流给我太多 没啥用还得交税 我反正现在有工资 并且我的财产中尽量 就不太有什么bund 上次有bund的时候 我还被咬了一口 亏了不少钱 另外就是给孩子来说 你可以 孩子给你干家务 你可以给他一些钱 放在他的退休金上 这样他退休的时候 保证成百万富翁 或者你每年给他一些钱 不是给钱 给他一些股票里头带着 看不到gain 他卖掉变成钱 他在长期持有index 那么他退休之后 也很容易成multi millionaire 就是不管他工作剩多少钱 这个都可以让他做到 然后呢 我们自己可以有这个living trust 生前信托revocable 这个是你资产到一定程度 你为了避免这个probation 是可以可以做的 这个等一等也行 因为我们现在平均年龄都很长 另外如果你发现说 你觉得将来自己的财产会很多 我觉得根据这个计算和通胀和什么来说 大家应该会很多 并且遗产税对大家来说 不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东西 估计是这个将来我们身后 会需要被迫 下一代要交很多税的一个东西 所以推荐用ELITE 来做做这一个 Live Insurance Trust 可以减约你的40%的这种 移产税 然后后来我分析了很多其他的说 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 不要做杠杆ETF 只有一个说可能是可以做的 是equal weight ETF 那个是可以做的 但是具体能不能做 我也也不是特别清楚的message 所以大家看自己研究判断 好 我们还剩五分钟 看还有什么问题 以后实际上有什么好东西 要跟大家分享 非常欢迎分享 我们这个很容易分享 行 那我就 没有问题啊 好 那我就给大家 欢迎给大家五分钟 好吧 那希望以后经常在公司见了 谢谢文光 谢谢文光